欢迎收听安安的西塔时间 所以今天的讲座非常的精彩 今天的主题还是丰盛 那今天是要教导大家怎么样很开心的去创造丰盛 而且今天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 你越开心然后觉得说 having fun你玩得很愉快的时候呢 你在显化的速度会很快速 所以今天教你怎么样快速的转换你的情绪 你的心情 所以我们大家先专注 然后我们去祈祷 所以你问你自己今天你的设定 你的intention 你的意念 你今天丰盛讲座 听完你想要显化什么 那先跟大家分享上次 我大陆的朋友就是在做显化的时候说 哇让我这几天有五个学员报名吧 结果他去许愿之后呢 真的24小时之内就真的五个人报名课程 所以当你全然相信去接受的时候呢 在显化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速 好那我们就开始今天的祈祷 所以大家我们一起来祈祷 所以大家闭上眼睛 然后把心静下来 我们去跟creator 源头一切万有招务组呢 去做个祈祷 所以你跟招务组祈祷 说你今天想要有什么样的 就是你要有达到什么样的目标 那我们一起来哦 我们一起来祈祷 好一切万有的招务组 我们今天呢有120几个人参加今天的丰盛 那请让每一位听众朋友或未来听音频的朋友可以开悟 然后去了解到说 招务组您时时刻刻都在我们身边爱我们 然后呢帮助我们 然后请请creator指引我们还有指引我今天呢 把最重要的讯息 招务组要给大家的讯息呢 传递给大家 谢谢creator 阿后 那希塔疗愈是什么呢 它其实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 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冥想法 教你怎么去连接宇宙万有的源头 然后呢利用这个技术 你可以去改变你的潜意识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科学的工具 它可以很快速的把你的脑波从我们一般的β波 然后转换到希塔波的状态 然后在这个希塔波呢 它其实是一个潜意识的脑波 然后它也是一个半睡眠的脑波 所以很多人可能常常使用这个冥想的方法 还是常常使用希塔这个技术 比较容易多梦 很容易做梦 那你大家如果做梦的话 要多注意一下 是不是宇宙有发射什么讯息给你 那我们现在开始哦 所以大家请深呼吸吐气 所以想象深呼吸的时候呢 把你就是说深深的想象呢 有金色丰盛的光 还是想象呢 很多很多白光呢吸进来 然后吐气 吐气 然后吐气想象把最近好像觉得不愉快的事啦 还是负情绪把它吐出去 好所以我们再一次哦 深呼吸 然后吐气 OK 再一次深呼吸 吐气 好那我们现在呢 想象地球正中央出现一道非常强烈的白光 所以想象地球的正中央都是想象的空间 就像小朋友在想象的那个画面 所以去直接去想象 地球正中央出现了一道非常强烈的白光 然后这个非常强烈的白光呢 穿透你的全身 所以想象你身上都被白光 很亮很亮的白光给包住了 然后呢 想象这个能量在你的头顶呢 形成了一颗美丽的光球 所以你去想象这个白光呢 在你的头顶形成了一颗美丽的光球 然后你想象你自己在光球里面 那大家可以去看一下光球的颜色是什么颜色 有时候每一次上去的颜色是不大一样的 那你也可以想要金色啊 像今天我们是丰盛 主题是丰盛 那你就想是金色的光 好 然后呢 想象你跟这个光球呢 已经慢慢的开始往天空飞了 穿越了宇宙 好 所以想象离开地球之后 已经到达宇宙 宇宙有星星 月亮太阳 穿越了宇宙之后 慢慢开始会到达一层一层的光 开始到达一层一层的光 然后再往上往上 想象你一直往上往上 然后会开始到达深金色金色的光 然后金色的光呢 开始到达彩虹般的果冻物质世界 那大家不知道彩虹般的果冻物质世界是什么 就想象果冻 有很多很多很多缤纷的颜色 那个就是彩虹般的果冻物质世界 然后最后就想象在天堂般 造物主的空间 所以很多人没有学过西坛 就直接想象天堂 然后很多很多的亮光 好 那我们首先先送疗愈给 今天听众朋友们 今天有140几个人参加 那请creator呢 送光跟爱 还有及时的疗愈给每一位学员 还有丰盛的能量 所以请creator送满满丰盛的能量 还有满满的光 还有爱 还有自信心 今天想要送自信心 送给大家 就是你在地球上 你可以创造所有的一切 你有自信的可以去做所有的一切 好那送这些能量呢 现在大家想象去接受造物主的能量 所以你想象很多很多的光 金色的光 你要想象钱币也可以 金币也可以 去想象好多好多的光 然后进去到你的身上 每个细胞 想象细胞接收器都打开了 好那希塔疗愈里面 丰盛显化的课程里面呢 会教你怎么样用希塔的技术呢 去快速的去显化 那在丰盛显化课程里面呢 有说就是用希塔这个方式呢 去显化的几率呢 成功的几率高达85% 那像我们在说话的时候 光说话还是在思考 成功的几率大约30%到60%70%左右 但是用希塔的技术 你可以快速的呢 让你美梦成真 那因为你到希塔里面 你去跟宇宙做对话 去做沟通的时候呢 宇宙就会来协助你 那你要知道一个观念就是 我们其实就是光的一部分 你跟光是不能分离的 OK我们这个冥想方式 只是要教导你说 你其实呢 就是宇宙都在旁边 时时刻刻协助你 帮助你 我们只是去认知说 原来有这个无形 然后充满爱的能量呢 一直都在旁边爱我们 照顾我们 所以可以为大家下载 你知道呢 你知道怎么去吸引丰盛 你知道吸引丰盛 是非常简单的 你知道这种感觉是什么 同意的朋友们 可以说yes 在你的大脑里面 或者说是 好所以可以为大家下载 你现在开始知道 你呢要显化 你知道连结那种美梦成真 你知道实现的感觉 梦想实现的感觉是什么 你是值得拥有的 可以为全部的同学们 还有听众朋友们下载吗 好然后去感受一下 造物主为你下载的能量 好那今天我们在我们下载的当中 也要去清理一些疮痛 所以你我们今天连结到祖先好了 我们今天还是连结祖先 所以你摸你的皮肤 你觉得你祖先对于丰盛 哪个区块 丰盛有什么限制性的信念呢 比如说你的祖先会不会觉得不值得拥有 还是祖先会觉得赚钱必须是很辛苦的 还是要达到目标必须要很努力呢 那跟大家讲 用西塔的方式去显化 你不用很努力 但是你还是要有行动力 你要put a little effort 你要放一些努力 一些努力 但是不是很努力 所以可以为大家下载 轻轻松松拥有丰盛 但是同时有行动力的感觉是什么 可以为全部的听众朋友们下载吗 同意的就说yes 好任何祖先呢 觉得说在地球上生活很困苦 这个信念可以为 请creator呢 请源头为大家做拔除取消送到光好吗 那大家觉得都在地球上生活很困难 很困苦 学到什么宝贵的课题呢 所以我们去创造的所有每一件事情 其实都是有一些美德要让你学习 所以祖先一直生活很困苦 你觉得是学到勤奋勤劳吗 什么正面的课题呢 所以大家可以跟招务组说 我们学到比如说勤奋勤劳 还是我们学习到就是说 要用心要专心 然后你跟招务组说 我们呢 祖先DNA里面生活很困苦 还是生活很困难 在地球上生活很困难 这些要帮他拔除取消 送到光了 好 那为大家下载 全部的下载 全部 全部四个层面下载 知道有钱的感觉是什么 拥有 形台币 拥有人民币 拥有美金 拥有 纸钞 就是说货币的感觉 你知道要吸引什么样的货币 那我们你现在想象你的高我在你的头顶 所以想象了你把 你们你想要吸引的货币给你的高我看一下 因为有可能 你的高我认为丰盛是金元宝 还是丰盛就是要胖胖的 所以你的高我 你要确认你的高我直到钱 2020年的钞票是长什么样子 所以大家想象你的高我在你的头顶 然后给他看一下 新台币 美金 还是人民币 你秀给他看 好 接下来我们要 刚刚连结高我 现在要为大家 我们来连结内在小孩 所以你 我们来鼓励内在小孩 所以一切万有的招物主 我们现在要 让听众朋友们去连结你的内在小孩 谢谢 完成了 完成了 请显示 好 每个人里面都有住着一个 像童真般的内在小孩 所以我要你想象 一个可爱的你出现在你面前 那我现在想要你跟他聊聊天 你要怎么样 鼓励他 所以他可以去吸引很多钱 还是来帮助你 走在你的神圣时机 神圣使命上面 所以你可以赚钱很容易呢 你的内在小孩 他开心吗 所以我想要你去抱抱他 你跟他说 你现在开始有招物主 有源头 有无条件的爱 你现在生活是很容易的 所以我们现在去连结内在小孩 那可以为全部听众朋友们的内在小孩 下载很多很多的爱好吗 因为我们有时候忙着工商社会的生活 却忘记了去滋养我们的内在小孩 还有去爱我们的内在小孩 所以可以为大家下载 很多很多的爱 还有很多很多 Nuturing 滋养的能量 到你的内在小孩 可以为全部的人下载吗 可以问一下 你的内在小孩 下载你是值得拥有丰盛 你跟你的内在小孩 同心协力 可以在地球上 很有自信的过生活 每天过得很开心 很快乐 可以为大家下载吗 还有下载 你的内在小孩 跟你是充满力量的 你身上充满着光的力量 你知道你可以创造所有的一切 同意的朋友们说yes 好 那把你的内在小孩呢 想象再把它放在你最安全的地方 然后你跟他讲说 我们现在开始会赚很多很多的钱 我们现在会吸引很多很多的快乐的事情 好 那今天要来跟大家聊一聊 宇宙呢 你跟宇宙可以一起去显化你想要的 但是呢 就是你要懂得 如何生活呢 要have fun 要如何有乐趣 好 那他这边解释说 宇宙其实是一个非常非常正向 而且是非常丰盛之流 而且是很有力量的 当你完全跟爱的频率调节的时候 调整的时候 你的能量就是爱的频率的时候 你会变成是一个超级磁铁 你要的就很快就可以去吸引进来 很快的可以去吸引进来 那你现在开始呢 每天都是每天生活在喜乐当中 宇宙呢 就会开始呢 你要的宇宙就会开始给你一个指引 OK 好 那你 你会觉得说感受到宇宙的支持 还有很正向 所以可以为大家下载宇宙都在旁边 时时刻刻指引你吗 同意的朋友们说是 或者是说yes 好 所以有时候你如果陷入低潮的时候 你可以告诉自己说 我选择用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所以因为我们 有时候人会遇到一些挑战啊 还是有时候一天生活当中 还是有时候会难免会有低潮 那你如果开始觉得低潮的时候 你可以跟上期跟招务主 所以我选择用不同的角度去观看 然后呢 你跟宇宙说 请打开任何所有的可能性 OK 好 所以在这边 时时刻刻使用西塔这个冥想的技术 时时刻刻去跟宇宙做对话 你可以开始去释放你的恐惧 还有去连结 还有得到宇宙的启示 所以呢 我们来总结 所以第一个步骤就是你要决定 你看所有事情的角度都是用爱 所以开始去决定用爱的角度去看所有的事物 所以第一个你要对自己诚实 你今天如果不开心 你可以把它写下来 把它写下来 然后呢 写下来之后 你告诉你自己 开始去了解到 哦 我原来今天这么低潮 因为你低潮的时候会阻碍你跟宇宙的连结 所以呢 你可以把故事 你今天低潮的故事把它写下来之后 说我决定要用爱去看这件事情 我呢 放下这个低潮的故事 然后呢 我允许宇宙进来 协助我 所以你开始讲这些话的时候 说我决定要用爱来对待这件事情 然后呢 我放下我这些悲伤 还是这些不开心的故事 然后我允许宇宙来帮助我 那你一直讲 讲完之后 你可以把你不开心的事情 在这边可以建议你把它烧掉 但是要小心火烛 好 然后呢 每天你要时时刻刻去察觉你的情绪 所以如果你都常常很不开心 很忧郁 这非常非常难去实现你的梦想 所以第二个步骤 你要时时刻刻察觉你的情绪 只要不开心就把它写下来 然后去开始告诉自己 选择用爱 不同的角度去看 OK 所以可以为大家下载你时时刻刻都活在喜乐当下 你知道拥有喜乐的感觉 那下载是很重要 可是最重要的是你要去练习 所以你怎么样去练习 每天都很开心 就下一个步骤就是 像刚刚讲的寻求宇宙的征兆 所以你可以跟宇宙说 我是在对的道路上吗 这个今年我可以买到房子吗 如果可以的话 请给我看到很多很多的爱心 还是很多很多的猫头鹰 还是很多的小狗 所以你可以跟宇宙寻求征兆 说我是不是在对的道路上 还是你可以说我当疗愈师是对的道路吗 请给我很多很多的征兆 好 下一个步骤就是不要去焦虑 结果是什么 你要把一切交给宇宙 然后你要有耐心 所以呢 你可以跟宇宙祈祷说 谢谢宇宙 谢谢源头 给我一条很清楚的道路 然后呢 请告诉我我已经在对的路上 然后每天可以说 请给我征兆知道我在对的路上 那你跟宇宙下订单之后 最重要的是你要有耐心去等待 你如果没有耐心 然后又开始焦虑 就很难去实现 好 所以在等待的同时 你要把自己处在一个很快乐 很安全 然后相信 就是全然的相信 一切会去实现 然后你身上充满着爱 还有平静的时候 在显化的速度会非常非常的快 最重要的是要平静 所以可以为大家下载 你跟宇宙下订单之后 有平静 而且很耐心的等待 你知道相信宇宙的力量 然后呢 相信呢 你可以去创造 所有一切的万物 然后呢 相信呢 你是值得接受宇宙 给你 给你 你想要的 同意的朋友们说yes 最后我来带大家去显化 我们一起去显化 记得最后要感谢宇宙 还有说已经拥有 已经实现了 所以我最后带大家一起来冥想 所以今天想一件事情 你之前还没有想到的 你想要显化的 然后请宇宙24小时给你sign 24小时之内 比如说给你很多的猫头鹰 让你知道说 你要的会给你 还是很多很多的爱心 好 那我们一起来做哦 所以想象地球正中央出现一道很强烈的白光 想象这一道很强烈的白光穿透你的全身 在你的头顶形成了一颗美丽的光球 你现在想象呢 你自己已经在光球里面了 开始慢慢的往上 穿越了宇宙 穿越了一层一层的光 开始到达深金色金色的光 开始到达彩虹般的果冻物质世界 最后到达整个很白很亮很亮的空间 好到了之后呢 我们今天呢 跟造物主说 一切万有的造物主 我想要实现这个梦想 请24小时之内给我sign 给我征照 所以你跟creator说 你要的征照是什么 是猫头鹰呢 还是要天使数字呢 还是要很多的爱心 然后跟creator说 然后你就说 谢谢完成了 完成了 完成了 请显示 好我要大家想象 你是在天堂般的第七届 去看着在第三届的你 所以想象你的人生呢 在一个泡泡里面 白色的泡泡里面 好比如说你想要 显化灵魂伴侣 还是要买一台汽车 好你去想象呢 在这个泡泡里面已经实现了 然后在实现的当中 你用一只巨大的手 从第七届呢 有一只很巨大的手 下去白色泡泡里面 去搅拌搅拌 一边搅拌就说 谢谢宇宙给我 所有一切 请让我24小时内 有看到宇宙的征照 那你可以跟宇宙的说 给我一些sign 任何的征照也可以 比如说请人家来告诉你 一切是有可能的 还是给你很多的爱心 还是给你很多的猫头鹰 还是给你的连数字 然后最后一边搅拌 一边说请宇宙 24小时内送很多的征照 给你之后跟creator说 谢谢我现在允许宇宙呢 替我去运作 我现在放下 我每天就是玩得开心 然后呢不断的学习 然后我们最后跟creator说 谢谢已经实现了 好然后最后回到白光的地方 你就可以打开眼睛咯 好感谢大家非常热烈的收听 那喜欢就是西塔疗愈的朋友呢 我现在都有线上 有开一些线上的课程 那你如果想要在台北实体的话 我们在台北 有人有 就是有一些西塔课程在台北 那全台湾也有很多很多的西塔导师 在各城市都有开课 所以大家可以去搜寻一下哦 那西塔真的帮助 我很多 我显化了很多很多 那希望呢 听完今天的音频呢 你可以去显化 然后可以去接收到宇宙呢 给你的指引 好 那谢谢大家今天的收听 那记得哦 最后要提醒大家 贴心的提醒大家 每天要开心 要快乐 但是还是要有一点点行动力 不要都每天没有做事 你还是要想说 我今天可以学习什么 还是我今天要做什么东西 比如说你想要疗愈师 你想要吸引学生 还是要吸引个案 你记得要在社群网站啊 多曝光自己 然后多写一些文章 让有共鸣的朋友们出现 感谢大家的收听 我们下次见哦 拜拜 如果您有让人提醒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